闺蜜离婚来投奔我 我提出让她暂时住到我的婚房 闺蜜转头把我未婚夫的魂给勾走了 再见面时 男友 小小 他们是你朋友 我 不是朋友 是仇人 小小 你听我给你解释 洛志刚慌忙捡起地上的衣服 遮住关键部位 闺蜜张青青也连忙帮腔 小小 志刚她是来帮我修水管的 这都是误会 张青青语气娇柔 表情却透着得意 修水管修到了我闺蜜床上 洛志刚你够可以的啊 还有你张青青 你怎么这么不要脸 是个男人你都敢要 你们两个都给我滚 看着满地狼藉的一幕 我被气得浑身发抖 现在站在我面前的这一对一丝不挂的男女 这是我的好闺蜜和我的好老公 我最信任的两个人 如今背着我 在我的婚房力行勾且知识 联想到十几分钟前发生的画面 我只觉得恶心 连房子都不想要了 强忍着反胃 将房子挂在二手房平台后 我给酒店打了电话 你好 我要取消一个月后的婚礼 是的 如果不是去婚房那边取东西 我下个月就要和陆志刚这个渣男 迈入婚礼的殿堂 做完这一切 我强忍着泪水回到家里 妈妈正包着饺子 见我委屈的样子连忙放下手里的饺子 哎哟 我的宝贝女儿这是怎么了 乖宝贝谁欺负你了 给妈妈说 妈妈给你撑腰 崩溃已经到了临界纸 在听到妈妈声音的那一刻再也忍不住 扑到妈妈的怀里嚎啕大哭 妈妈 我不办婚礼了 不办就不办 没什么大不了的 妈妈支持你 听到我取消婚礼 妈妈反而轻松下来 毕竟她一直不同意我和陆志刚在一起 我和陆志刚是大学时候认识的 她家是农村的 但她凭借自己的努力考上了研究生 我从小欣赏努力上进的男生 再加上陆志刚的长相也很符合我的审美 简单来说就是有点小姿色 自然而然的 我就和她走到了一起 在一起没多久我把她带到家里介绍给妈妈妈妈听说她家是农村的在室里还没有房子私下里让我和她分手毕竟我家里有商事企业是房子好几套两家人在一起门布当户不对以后肯定会有矛盾的我当时恋爱脑上头对妈妈的话听不进去执意要和她在一起最后妈妈扭不过我最后也只能让我自己看着办但她有一个要求的我和她们在一起 你不要告诉她我们家的情况而且从此以后我也不会再给你打一分钱 当时的我过太年轻觉得只要两个人真心相爱一切矛盾都可以克服我和她努力赚钱也可以过上很好的生活 没钱算什么大不了再赚和陆志刚在一起后她过得很节俭我们去食堂吃饭都是一份饭两个人吃 为此我还很欣赏陆志刚的节约粮食的想法毕竟以前我都是点一大桌但每次都没有吃完最后我靠着大学兼职和妈妈以前给的零花钱安人度过大学生活甚至还攒下了一笔不小存款 我也按照妈妈的约定这笔存款没有告诉陆志刚 但是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候妈妈没有出席当陆母问小小你妈怎么没来啊 我只能干大堂塞过去 阿姨我妈工作太忙了老板不让请假你看看还是我们志刚的工作好啊 朝九晚五周末双休 小小你妈在大城市生活这么辛苦怎么不再找一个正好我老家有个亲戚也在这城里上班 干脆让他们俩凑合凑合对于对一次见面的长辈我也不好当场翻脸 但我也受不了她调侃我妈于是冷笑着呛道阿姨我妈的事就不劳您费心您还是都操心操心自个儿的身体吧 可能就是我这句话导致陆母后面对我印象不好 给陆志刚打电话时话里话外一直挑我毛病但我看在陆志刚的份上都忍了 毕竟以后我也不和她住一起谈彩礼嫁妆的过程中我单枪匹马的根本说不过陆母以及她老家带来的亲戚 谈到最后陆家出彩礼2.8万包含三斤而我则需要陪嫁一套婚房以及一辆20的车 没办法他们谈判过程中一直在说从农村养出一个研究生有多不容易 而陆志刚也默认了她妈的话坐在旁边一声不吭 我也是个心软的神想到陆志刚在学校的生活确实节俭 再多一点钱陆母也拿不出来我也就答应了 反正过日子是和陆志刚一起过房子水买都一样 但后来临近结婚时我听到陆志刚和她妈打电话 她妈怂恿她偷偷把房子和车子转到陆志刚名下 为此我和陆志刚吵过不少架 再加上我听说陆母一直以她儿子娶媳妇还白的一套房子和车子而自豪 到处在村里熏传说她儿子有多厉害 我就更加气不打一处来 其实那几天没给过陆志刚好脸色 这时恰巧闺蜜张青青刚离婚 带着娃来投奔我 小小我离婚了 现在没有住处可以暂住你家几天吗 就几天等我找到工作就搬走 我本来还怕陆志刚不同意 想着有点为难 但看到站在张青青身后浑身有黑的孩子 顿时心软 没事青青 我做的两句事 你住多久都没问题 我顺手将张青青手里的麻布口袋 提进了门 快进来吧 这是乔乔吧 都长这么高了 还记得阿姨吗 在你很小的时候 阿姨还抱过你呢 该说不说 乔乔还是很乖巧的 我记得 你是小小阿姨 还给我买过糖葫芦 乔乔乖巧的样子 让我更心疼张青青母子 怕他们住不习惯 我把陆志刚赶去客厅沙发睡 把他的房间打扫出来 给他们重新买了被子枕头 好吃好喝的招待着 只是半个月后 我见张青青嗤嗤没有找工作的意思 问他 他也只是说还在看 没约到面试 我有点好奇 便再三追问缘由 最后张青青剑瞒不住了才告诉我 小小 不是我不想工作 是我找不到好的工作了 怎么回事 就在我疑惑时 张青青继续说 我前夫不仅赌博还家报 我的身份证件都被他藏起来了 我是半夜趁他睡觉 带着孩子偷跑出来的 所以我出去找工作根本没人要我 张青青眼面气不成声 该说不说 闺蜜肤白貌美 动情之处让人有冲动的保护欲 虽然生了孩子 但更让他多了一丝成熟的风情 就在我想好策略时 陆志刚抢先一步说道 这有什么难的 身份证再不办一张就好了 至于你前夫只要提供他家报的证据 就能去法院诉讼离婚 这时候我只顾着思考闺蜜金后该怎么办 并没有注意到 他和陆志刚暗生情愫的眼神 陆志刚的办事效率杠杠的 半天时间 他不仅帮张青青提交了离婚诉讼 帮他补办好了身份证 还帮乔乔落户读书 甚至帮他找到一份体面的工作 当张青青回来和我说这事时 我还有点惊讶 陆志刚有这么强 平时我工作累了 让他帮我煮碗面 他都能忘得一干二净 想着既然他这么有能力 还傻蛋一样的跟张青青说 以后你有什么问题 直接找陆志刚 他铁定给你扮得妥妥的 张青青害羞的低下了头 点头答应 当时的我真是脑子瓦特了 竟然没寻思明白陆志刚和张青青的小九九 陆志刚大概就是这时候和我闺蜜好上了吧 怪不得从那之后 陆志刚做什么都特别勤快 尤其是关于张青青的事 不仅亲自上门帮他修热水器 就连我提出让闺蜜住我们的婚房 他也欣然同意 我凡然醒悟 感情他俩这是拿我当冤大头呢 我出钱买房买车 让他俩过上幸福生活 得亏 我在婚礼前撞破他俩偷情的场面 比清楚这一切后 我竟然一点也不为最亲密的两个人背叛我而难过 反倒感到解脱 思绪拉回 妈妈还在安慰着我 宝贝不要难过了 世界上的好男人多的是 咱宝贝这么优秀 不差他这一个渣男 我擦了擦眼泪 从妈妈怀中抽出 妈妈我已经不难过了 不愧是我的好女儿 既然和渣男分手了 妈妈再给你介绍一个 比陆志刚好一百倍 妈妈呀 我人不是机器 哪能做到见一个爱一个 分手了 再怎么样也要给我留点时间 香话香话啊 正当我想拒绝的时候 妈妈就已经从手机里 翻出男生的照片和资料 乖女儿快看 这个怎么样 你们小时候还在一起玩过呢 我好奇一看 一 有点眼熟 一看资料 这不过消沉吗 妈 她不是出国了吗 记得很小的时候 我还挺喜欢和她一起玩的 但没过多久就听说 她爸妈带着她出国移民了 一幻多年 曾经幼稚的小孩竟变得这么帅气 你姑叔叔在国内发展了新产业 这次她回国是准备接手的 妈妈看着照片里的顾消沉 眼里多了分赞赏之意 这孩子是真不错 妈可是从小看着她长大的 妈妈 我以后不谈恋爱 不结婚了 我只想一直陪着你 我不把妈妈怀里撒娇 经过渣男的背叛 我对谈恋爱都有了阴影 想想张青青和陆志刚两人 一丝不挂抱在一起的场面 我又开始反胃 毕竟和陆志刚在一起六年时间 和张青青认识二十几年 哪怕养条狗也早就养熟了 更何况是被最亲密的两人背叛 说不恨那是不可能的 所以害怕再次受伤害 不敢轻易踏入下一段感情 至少在我完全放下以前 现在的我只想好好陪着妈妈 妈妈笑着摸了摸我的头 那妈妈以后离开了 你可就要孤孤单单了 你不害怕吗 不 妈妈不会离开我的 只要妈妈在身边 我永远都是小孩子 好好好 只要我的宝贝女儿开心就好 卖掉房子后 手机里 陆志刚发来一长串消息 陆志刚发来消息 小小 我和青青真的是误会 不要再闹了好吗 陆志刚发来消息 香小小 有话不能好好说吗 你怎么能背着我 把我们的婚房卖了 陆志刚发来消息 接电话 我只给你一次机会 你现在过来给我道歉 我就原谅你外婚房这件事 陆志刚发来消息 香小小 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今天之内把房子买回来 我就原谅你 笑死 他凭什么以为 被我当场抓到出轨 我还会和他在一起 在一起这么多年 我竟然没看出来 陆志刚有这么自信 大概是我的爱给了他错觉吧 他认定我心软 让他误以为不管他怎么做 我都不会离开他 毕竟之前我也菜吃得太多 把脑子吃坏了 再发现他背着我和研究生师妹聊天 我也只气了一天 第二天就被他给哄好了 现在想起 我真恨不得马上浑穿当时 给自己和他两个大笔斗 想到这里 我拿起手机噼里啪啦一顿操作 房子是我全款买的 我想怎么处理是我的事 以前是我不懂事 没早点看明白 你渣男的真面目是我的错 但你和张青青出轨我有证据 以后你要赶来打扰我 我不介意让你的领导同事朋友 看看你是个什么样的人渣 最后 祝你和张青青见人配狗 天长地久 发完这些之后 我迅速将陆志刚拉黑 删除一条龙 他在我手机里多待一秒钟 我都嫌晦气 没过两分钟 张青青也发来消息 张青青发来消息 小小我知道 你现在心里不痛快 但我和志刚是真心相爱的 瞧瞧现在也认志刚当爸爸了 我们母子俩孤苦伶仃 你就成全我们吧 这样吧 趁现在你不再我给你跪一个 你就原谅我这个孤独的女人好吗 字里行间透着满满的茶味 光想着拉黑陆志刚 怎么把你给忘了 你也给我进小黑屋吧 拉黑两人后 我只觉得周围的空气都清新起来 自从我回到家里之后 就把工作辞了 专心晚一段时间 以前的我可能是背下了降头 家里作用千万财产不在意 非要陪穷小子一起努力 不说别的 光我家室里的几套房 以及股票分红 就够我花一辈子的 更别说还有我妈名下的上市企业 不幸中的万幸事 我没和陆志刚领结婚证 也没有把房车买在他的名下 现在分手 可比领证以后分手轻松多了 想到这里 差点忘了一件大事 我又打开手机 将和陆志刚在一起实租的房 转租出去 自从亲眼见到张清清和陆志刚出轨那一幕 所有关于他们的一切 我都不想再见到 我嫌恶心 毕竟房租是我付的 而且也是我和房东签的合同 当初租房时 陆志刚说 我爸妈养我这么大不容易 所以工资一万要出八千孝顺爸妈 我想陆志刚能对爸妈这么好 对女朋友肯定也不错 心意横单粹房租水电我全包 想着只要他对我好 这点房租钱也没啥的 而且钱没了可以再挣 这么好的男朋友要是没了 以后打着灯笼可都找不着了 我是恋爱脑 但我不是傻子 现在恋爱脑醒悟 婚礼都取消了 我总不能还交着房租白给他住吧 房东扣除押金 将多余房租钱转给我后 我又退了一万给人房东 让他把房子里的所有东西找人清理了 这一万是辛苦费 这天上捡钱的好事 房东欣然答应 立马收了钱 第二天一大早 陆母给我打来电话 我想他应该是知道了 我取消婚礼的事 本来想着已经和陆志刚都分手了 和陆母更没有什么好说的 但一想毕竟人家是长辈 该有的礼貌还是有的 李氏接起了电话 没想到他上来就开始泼服马街 小小 你怎么这么不懂事 我们志刚是亏待你了吗 你要这么对我们家志刚 面对陆母的三连问 我差点没搞清楚状况 这怎么搞得像是我做错了 最后一点体面 也不想给他们一家人留了 我直接回对 阿姨难道你的好儿子没告诉你吗 他出轨了 难道还要我像你一样 丈夫出轨还要忍气吞声大半声吗 陆母没有想到 一向好脾气的我会突然说这些 一时间电话对面哑然无声 事实上陆父出轨这事 还是他的好儿子亲口和我说的 他说他看不惯他爸的做法 很心疼他妈 还和我保证 他这辈子绝对不会出轨 现在想来真是可笑 不过我还是低估了某些人的底线 我以为陆母得知丈夫出轨之后 会马上挂断电话找丈夫算账 谁想到陆母直接一顿骚操作 差点闪了我的腰 小小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 我们长辈的事用不着你来插嘴 再说了 你陆叔叔外面有人怎么了 那是他有本事 现在哪个男人没几个女人 哥古代你陆叔叔起码也是个皇帝 而且女人的青春就这几年 你跟我家志刚这么多年 年龄也大了 除了志刚也没人会要你了 我贝利你还挺开心是吧 这思想 我该说他是先进呢 还是封建 阿姨不管怎么说 我和你儿子分手已经是事实 我们俩之间更没啥好聊的 以后你也不要来打扰我了 我和陆母实在没法聊下去了 做事就要挂断电话 谁知陆母的回答更让我冲目结舌 既然你执意要和我家志刚分手 那之前说好的房子和车子都该归我家志刚 另外志刚再怎么样也是个研究生 这几年你没少花他的钱吧 不说多了 你还得赔我家志刚十万分手费 要房要车还要钱 这是把陆志刚当成什么了 说真的要不适合陆志刚分手 我到现在还不知道 这家人到底是人是鬼 不过既然对方已经撕破脸面了 我也没必要保持基本的礼貌了 直接就是一个发疯的大动作 你们一家怎么那么不要脸呢 什么都想要 这几年录制干渴都是我养着的 我告诉你 房子车子我全都卖了 你想要咱们直接法庭上见 不等对面回答 我直接挂断电话 并拉黑删除一条笼 从谈婚论嫁开始 我就忍了他妈好久 今天终于发泄出来 我感到前所未有的爽快 去他妈的退一步海阔天空 去他妈的忍意时风平浪静 我只恨自己没有早一点发疯 我重新过上了以前的悠闲日子 这天我妈神神秘秘的说 要带我去参加一个饭局 到了地方我才知道 原来是顾叔叔一家人从国外回来了 本来没什么 但是一想到前段时间 我妈要把我介绍给顾小琛 我就有些尴尬 好在顾叔叔和顾阿姨人很好 很照顾我的感受 知道我和他们十几年没见面 没问过多隐私的问题 只喝善的让我吃好喝好 就在我妈和顾叔叔他们聊的火热时 包间大门开了 迎面走来一位身形高挑 金发碧眼 五官俊朗的大帅哥 好巧不巧 这位大帅哥正好落坐在我旁边 你这小子 这么晚才来 顾叔叔没好气的开口 接着便热情的向我妈和我介绍 带个介绍一下 这是我儿子顾潇琛 小小你和顾潇琛这小子快有十年没见了吧 你们年轻人有话题聊 正好趁这个机会带你顾哥哥出去好好逛逛 我和顾潇琛都十年没见了 这才刚见面哪有什么话题可聊 而且顾潇琛早已不是我记忆中小屁孩的样子了 我这人又比较涉口 更何况是和这么一个大帅哥单独出去 逛不了 完全逛不了 拒绝的话还没说出口 我妈拉着我抢答 是啊 小小 潇琛刚回国队这边还不熟悉 你带着她多了解了解 我妈一开口 我更不好拒绝了 只好把希望寄托在顾潇琛身上 谁知顾潇琛根本不接查 好看的脸对我笑了笑 转身开口 好的江阿姨 晚上我会安全把小小送回家 包肩外 我和顾潇琛面面相去 顾潇琛出来后一直笑着盯着我看 也不说话 最后我实在受不了这度秒如年的气氛 便主动开口 那个 你在这等我一下 我先去个洗手间 好巧不巧 我这刚从洗手间出来 转眼就看到张清清和陆志刚 往我这边走来 一出厕所就见到这两个晦气东西 本想装作没看见 直接走 谁知张清清一看是我 便挽着陆志刚一脸笑意的到我跟前炫耀 小小你怎么也在这里 好巧啊 今天志刚研究生同学聚会 非要带我来这儿 可惜张清清没能如意 陆志刚一看到我 立马松开张清清的手 小小你这段时间去哪里了 打你电话又打不通 你知不知道我好担心你 我瞥了眼陆志刚身边站着的张清清 冷笑道 我可没看出你哪里担心我 小小你不要误会 清清不是你闺蜜吗 她今天不上班 我怕她一个人无聊 才带她来这里的 不要闹了好吗 跟我回家 说着陆志刚就要来拉我的手 我连忙闪开 别碰我 我嫌恶心 话一出口 陆志刚脸色立马垮下来 够了江小小 我都说了那天的事是个误会 都这么久了还没消气吗 你被我把我们婚房卖了 租的房子退了 还打电话骂我吗 我都没说什么 你还要闹到什么时候 看到陆志刚破房的样子 我双手抱胸 一脸冷静 我没和你说清楚吗 我们已经分手了 我手里还有你出轨的证据 你确定还要纠缠我 陆志刚想到什么事的 态度立马变软 小小你听我说 那天的事真是误会 我喝醉了误把轻轻当成你了 你原谅我好不好 我看了看一旁张轻轻有些难看的脸色 当想开口 就被背后传来的雌性声音打断 小小怎么去洗手间这么久 我转头 是顾潇琛 还没等我回答 顾潇琛揽上我的肩 面带笑容 一脸坚定 你们是我女朋友的朋友吗 我得发 这小子饰演的哪出戏 我就上个洗手间 怎么就成了他女朋友 刚想反驳些什么 但看到陆志刚有些愤怒的表情 其张轻轻看向顾潇琛花痴的笑容 是 我是小小的闺蜜 我叫张轻轻 你叫什么名字呀 我嘴角一笑 心灵神会 立马挽上顾潇琛的胳膊 笑着回答 不是朋友 是仇人 不用管他们 我们走吧 说完 我挽着顾潇琛的胳膊就往外走 刘露志刚和张静庆原地猛逼 经过刚才一番折腾 我和顾潇琛的气氛也逐渐热络起来 我顺时递了一瓶水给顾潇琛 哎 谢谢你刚才的仗义直言啊 谢什么 我是认真的 哎 你说什么 我说 我是认真的 他认真盯着我 比气坚定 江晓晓你要做我女朋友吗 腰瘦了 顾潇琛在说些什么 我们才刚见面啊 但是看着顾潇琛严肃的表情 好像真的是认真的 哎 但是可惜了 毕竟刚我背上一段感情背叛没多久 哪能这么快缓过来 进入下一段感情 面对这么一张帅脸 我只好忍痛拒绝 哈哈 顾潇琛我知道你刚回国 没人陪你玩 这是哪我寻开心呢 你等明天的 我认识好几个肤白貌美大长腿的美女 我给你介绍哈 尽管心里想着拒绝 但说话时 我的脸还是没出息的一阵红一阵白 可能是看穿我内心想法 顾潇琛嘴角一笑 好啊 那明天再出来玩了 不知为什么 听到顾潇琛的回答 刚才还激动的心 突然的沉了下去 有些闷闷的 他刚才就是在和我开玩笑吧 确实有些意料之中 毕竟在国外长大的孩子 性格就是比较开放 但整个晚上 我的心情还是有种说不上来的郁闷 没逛多久 顾潇琛就把我送回了家 早点休息 你也是 白白 拜别之后 不知道为什么 我只想快速跑到窗边 看着顾潇琛的车架着保时捷离开 第二天一早 我顶着两个大黑眼圈 起了床 昨天晚上当然没有没睡好 我一直在做梦 梦中全是小时候和顾潇琛过家家的场面 梦里的我戴着头纱 顾潇琛手里拿着钻戒 笑着对我说 小小 你愿意嫁给我吗 可是还没等我回答 梦就醒了 哎呀 我的宝贝你这是怎么了 昨晚没有休息好吗 妈妈进门给我端牛奶 看到我的两个大黑眼圈 心疼的抱住我 没事妈妈 只是做了个噩梦 妈妈抱着我轻轻的拍着我的背 没事就好 对了 你昨天和你顾哥哥玩的怎么样了 话锋一转 妈妈一脸八卦盯着我看 哎呀妈妈 你别想多了 我要准备出去了 不跟你说了 我有些不好意思的把妈妈推出卧室 并关上了房门 不知道为什么 自从昨天见到顾潇琛之后 我脑子便不断回想起小时候和顾潇琛玩耍的记忆 他小时候很调皮来着 经常捉弄我 有好几次 把我吓得娃娃大哭 但每次一看到我哭 他又一脸慌张 给我带好吃的 做鬼脸红我 我想小时候的我应该是讨厌他的 但他出国后 我又时常感到孤单 我不知道昨晚顾潇琛的话 是认真的还是开玩笑 但我不能再一次陷入爱情漩涡里 我不能再一次体验背叛的感觉 既然如此呢 我就不要再开始新一段感情 再次见面 顾潇琛穿得很正式 可能是昨晚没仔细看 现在的他早已没了记忆中的志气 随之而来的是 浑身透露着一股成熟的霸总气质 那个 我有见识 我俩几乎是同时开口 我呆愣一下 随后我俩相视一笑 你先说吧 我率先开口 顾潇琛严肃的表情 我想他的事应该比较重要 顾潇琛也没客气 直接拿出一叠文件推到我面前 声音低沉而富有磁性 这是我名下的所有财产以及股份 现在我全部交给你 江小小从现在开始我要追求你 直到你同意 所以江小小你愿意做我女朋友吗 这是什么霸道总裁发言 真的有些心动是怎么回事 还没等脑子思考 我脱口而出 我愿意 毕竟有谁能不为钱而心动呢 再说这人还是纯情大帅哥 怎么算我都不亏 江小小 这一次我不会再放开你的手啊 你说什么 虽然条件反受问了这么一句 但此刻我的心思全在面前的文件上 随手拿起一份文件 里面的股份就价值好几千万 这全都给我了 那我不比我妈还有钱了 生怕顾潇琛收回 我连忙开口 顾潇琛 你把这些都给我了 以后你可不要后悔啊 恩 不会后悔 他伸手摸了摸我的头 宠溺的笑了笑 一直到顾潇琛求婚这天 我都感觉我活在梦里 和他在一起我才知道 原来不是节假日 我也可以收到惊喜 在外面受到委屈时 会有人第一时间站出来安慰我 我可以没有顾虑的 做任何我想做的事 顾潇琛把我宠成了小孩 他让我知道 我值得拥有世界上所有最贵 最好的东西 这才是我一直梦寐以求的爱情 他此刻单腿跪在我眼前 而我的泪水却已决低 为什么是我 顾潇琛伸手擦去我的泪水 满眼宠溺与无奈 傻瓜 你忘记了吗 小时候是你缠着我说 长大后要嫁给我 婚礼前夕 顾母拉着我手神秘兮兮的凑近我 小小 顾潇琛这小子可不省心窝 小时候偷拿他爸给我的结婚钻戒 不知道给那个姑娘求婚来着 听说长大后 也一直在等那个姑娘 顾母话还没说完 便被赶来的顾潇琛打断 妈 你说这些干什么 顾母把我的手交给顾潇琛 笑道 好好好 我不说了 我不说了 等顾母走后 我笑着打去顾潇琛 嗨嗨 没想到 有些人还挺纯情吗 顾潇琛立马紧张起来 你少听我妈胡说八道 哈哈 你害羞了 没有 嘿嘿 那你的脸怎么红到耳根子了 再次见到陆志刚 已经是我结婚半年后了 不知道他是怎么找到我公司来的 整个人身形消瘦了一圈 胡子拉叉的 不仔细看我都认不出来 他一看到我 眼睛泛着光 江晓晓你怎么这么狠毒 为了和我分手 不惜随便找个人结婚 乖 听话你现在离婚 我们马上去登记结婚 我不生你气了 陆志刚这一副疯癫的样子 还好有公司安检设施给力 我生怕 他突然把我抓走 大哥 我们俩早就分手了 你在骚扰我 信不信我把你出轨的事曝光 谁知陆志刚听到这话 非但不怕 反而立马翻脸 你去报啊 反正我现在一无所有 我告诉你 你要不跟我走 我现在就去告诉你现在的领导 说你在结婚前劈腿 还卷走我们的婚房 什么玩意儿 我上下打量了一下陆志刚 看起来有鼻有眼的 怎么竟说些鬼话啊 我说 你没事吧大哥 你要不要撒泡尿照照你自己现在的样子 当真以为造谣不犯法啊 陆志刚听完愣住 随后反应过来 发疯似的要翻过安检门来抓我 江晓晓你这个婊子 今天你要不跟我走 我他妈废了你 几个保安健壮 立马将发疯的陆志刚控制住 老板 要报警吗 我瞥了眼 被控制住在地上的陆志刚 报 怎么不报 陆志刚被警察带走之后 我就再也没有见过他了 后来有大学时期的同学 突然给我发消息 哎 小小你和陆志刚还有联系吗 我虽有些疑问 但也确实好奇 便随意回了去 没联系了 他怎么了 大学同学立马兴奋的 回了一大段文字 你是不知道啊 之前你也不是在一起吗 后来陆志刚研聚会的时候 又带来一个叫张清清的女人 哎呀 你是不知道啊 那个女人可不省心 跟个狐媚子似的 是个男人他就要往人家身上扑 当时我们还好心提醒过陆志刚 他还不当回事 后来你猜咋的 那个女的 把陆志刚公司的重要数据偷拿去卖 害得他一夜之间要赔公司五百万损失 等陆志刚反应过来 那个女的早就带着钱跑了 听说他还带着个孩子 没办法 陆志刚到处找人借钱 最后把老家宅基地都给卖掉了 才勉强填补损失 听到陆志刚的惨状 我心里超级痛快 但还是假装复合 哎 那他也太倒霉了吧 谁知同学的消息立马发过来 要我说 他这也是活该 这都是他自找的 后来警察来一调查才知道 他手里的数据怎么来的吗 都是剽窃别人的 被人发现把他告上法庭 据说判了两年 现在他的名声在我们夜内都臭了 只是可惜了 他爸妈都快七老八十了 还到处租房子打工 躲债 我没憋住哭吃一声笑了出来 原来之前陆志刚来公司找我 是想要钱善后啊 好好的日子你不过 非要东搞西搞 现在出事了才想起我来 对于陆志刚这一家人的遭遇 我只想说这就是报应 又过了一段时间 听说张清清被前夫抓回去了 但是他前夫不知道怎么想的 突然要去给张清清的孩子咽血 结果发现不是自己的孩子 被张清清又打又骂 最后张清清被打的二级残疾 他前夫也因为嫁报罪 被判十年有期 只是可惜了孩子 没有大人看管 被送往了福利院 其实张清清从小生活条件还行 但他偏偏是个恋爱脑 看见帅哥就想上 他前夫原本条件也不错 但自从张清清嫁给他之后 便无所事事 拿着他前夫的钱去赌博 杨小白脸 最后因为欠的太多 背着他前夫卖了房子 血款跑路了 我想为什么 有些人好好的生活不过 非要做死呢 若是一心想安安稳稳的生活 也不至于落得这么个田地 但我也只是感慨而已 对于他们的遭遇 没有多于开心和怜悯 毕竟我现在很幸福 妈妈给厨房我煲汤 顾潇春正在我床边哄孩子 我想这些对我来说 就足够了吧